1到12月份 那這個是一個總表,我希望按一下它 自動幫我把前面12個月的資料 分別的一個一個的把它放過來 不過當然我們是跑個回圈,所以剛剛有同學問到那個順序 1到12,如果你不是按照這個順序排列的話 反正它就是從左邊一直幫你跑過來 所以你如果亂掉,你要先自己排序 排序的話後面會講到,比如說你可以先按照那個工作表的順序 先排列好,再來合併 這樣就不會亂掉,不然的話有的 期待什麼 後面的月份跑到前面,這種問題發生 所以第一個的話呢 我要怎麼樣可以把它合併過來 那這邊我們來看一下,基本上 他很單純的按下它,前面幫我合併過來 有沒有 1月,1月裡面好像沒有東西 所以我剛剛把1月部分給刪掉了 所以從2月2號開始 然後分別有誰 大概就是幾個吧 就是 哪一個日期 然後捐款人是誰 另外金額是捐多少錢 然後是團體還是個人的 旁邊有個清除 清除按下去就OK了 基本上就是這樣 很快的 當然你可以再把它設計成一個輸出報表 輸出一個PDF或者 直接讓它列印出去 這是一個統計的一個 報表 一個結果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面到底哪一些比較重要 我剛剛講過 第一個 如果沒資料的話 那怎麼知道有沒有資料 其實我這邊用一個比較簡單的判斷方法 如果 A2 A3裡面 如果是沒有資料的 沒有資料的話 理論上 就是等於空的 等於什麼 空的 空的就是 兩個雙引號 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叫什麼 Range A3 如果是空的話 那表示沒有資料 沒有資料呢 什麼事都不要做了 也不用看錯去不向右向下 什麼都不要了 就直接跳過去了 那可是問題 怎麼樣可以直接跳過去 跳過去就是什麼事都不會做 這個等一下會講 第二的話可能 就是這個 如果就一筆 那怎麼知道有一筆 其實我這邊有個判斷的方法 如果你游標放在A3 Ctrl向下 它是1048576的話 那表示什麼 表示 只有一筆 才有可能有這種情況 OK 所以 這個 判斷式 第三個就是說如果它 像這個 放在那邊 Ctrl向下 它會 有沒有 第四 所以不會是1048576 好 那有這幾種判斷式 所以我們可以在什麼地方呢 理論上 我們可以把原來的程式 前面有 合作工作表 那其實 這段程式嘛 其實就可以 拿來 複製貼上來改 其實可以用這個一模一樣 那你會把我複製貼上之後 改哪些地方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我把它複製貼上之後 第一個 這上面都一樣 只是說我這邊本來是第一季嘛 把它改成總表 然後這邊是關掉那個更新嘛 然後 A2 這個前面都一樣 再來的話 4i 等於1到 sits sits.com -1 因為最後面那個是總表 不能夠 做那個 合併嘛 然後再來第幾個 有沒有 所以它會先從第1個先開始 不過游標本來我們是放A2 所以這邊改成A3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我這邊好像漏改 在雲端上 程式也有 然後A3 最重要就是這個地方 其實呢 關鍵的地方 就是在 這一段 OK 處理三種邏輯 剛剛講的 第一個沒有資料的話 第二個如果一比 多比是原來就是多比 所以比較沒有 那我們需要做什麼 我這邊多增加一個 就是 直接先去偵測什麼 偵測切過去的那個工作表 它最下面一列是多少 所以如果說什麼呢 這個R 偵測 那從哪邊偵測呢 我從 我的邏輯是 直接從 A 我剛剛是A2偵測 我看 如果是A2偵測的話 Ctrl向 這個 這個是 好 拉到上面 如果是A2偵測的話 我看 Ctrl向下 它會跳到 3 如果我用這邊 所以 有兩種邏輯 我之前有試過 如果從這邊 A3的話 Ctrl向下 1048576 不過這種寫法 可能不如我後來又 改了另外 從這邊偵測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邏輯 因為其實寫法 我剛剛講過了 其實 這邊的話 如果沒有資料 第一個 怎麼判斷 if Range A3 等於空的 這剛剛有講過了 Zen 那做什麼 什麼事都不做 怎麼樣 他什麼事都不做 因為底下不是 他會一直往下跑 所以怎麼辦呢 我要讓他程式 怎麼樣 可以跳躍式的 怎麼跳躍 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個Nordata 冒號 特別需要 這個 Nordata 冒號意思 指的是一個標籤 這個標籤意思就是說 我如果希望 程式直接 怎麼樣 幫我跳到這個位置的話 那我第一個 在這邊設個標籤 名稱叫Nordata 後面 多一個冒號 第二個如果說 將來我要讓他跳過去的話 有個敘述 叫GoTo 空一格 Nordata 他就跳過來了 OK 可以理解這個意思吧 所以以後你的程式 如果要跳遠一點的話 你可以用 一個標籤 一個GoTo Nordata 那當然特別注意喔 不是只能往下跳喔 你程式也可以往上跳 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 只要在這個Sub裡面都可以 不過這樣的敘述喔 使用起來要特別的小心喔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亂跳 有沒有 他永遠跳不出來 變成他 跳這裡 然後你又給他GoTo 跳這裡 然後跳 跳 所以常常會怎麼樣 太多 他 一直在跑 他變成說他沒有出口 他就只會在那邊一直跑 就會形成 無窮的回圈 那就會出不來了 所以使用標籤 要特別注意 那這個危險性 蠻高啦 所以 這個VBA 有這個標籤 可是後來的那個VB 後面有個 點內子 單內子 有沒有 他就把這個拿掉了 所以就不能用標籤的敘述 以前用很習慣的 就是 VBA 還有 但是VB 單內者 或者是後續的 程式 就把標籤的 這種東西 拿掉了 主要可能 他也考量到 雖然很方便 可是比較容易 讓程式 陷入到一個 可能危險 就是比較容易 出bug的 這種 可能性 但是如果 你用了小心 我早覺得還好 因為用到現在為止 也沒發生過 什麼樣 特別的狀況 好 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他沒資料的話 我先切回到總表 一定還是要切回去 好 然後呢 在GoTo NoData 所以第1個 第2的話 Elseif 這個前面有講過 如果 這是一重 第1個 首先 其次 其次什麼 其實這個 其實R等於3 那其實R等於3就等於 如果你把游標放在 A2的話 Ctrl向下是 R等於3 但是如果你游標放在 這裡 Ctrl向下 那就1048576 不過我後來發現 好像放在A2 比較 比較會單純一點 為什麼 為什麼會放A2 道理其實很簡單 因為我本來是放A3 Ctrl向下 1048576 可是會有一個問題 如果你是用的是 2003以前的版本 那 它最下面一列 就不會是1048576 而會是 65536 OK 也就是2003以前的版本 最多只有6萬多列 但是 2007以後 才會是104857 100多萬 OK 所以特別注意 那怎麼辦 後來我想說 還是要兼顧到 相容性 不如這樣好了 我游標放這邊偵測 這樣也可以啊 它回來不就3 但是你放這邊 它下去 這邊是1048576 可是別的版本不見得 所以怎麼辦呢 考量到 就是相容性 那我乾脆放這邊好了啦 這樣子的話 一勞永逸 就不用去擔心說 如果它是在 舊的版本跑 那會出問題的 這個 所以寫法上面呢 當然有多重的考量 OK 所以這邊的話 如果 R 等於3的話 那怎麼樣呢 Ctrl Shift就好了 向右就可以了 有沒有 Ctrl Shift向右向下這兩行 那就把下面那一行 麻掉就好了 好 再來的話 一樣做複製 一樣 切過去貼上 那後面的話呢 我們要 再向下幾粒 Obset的 本來是向下一粒的 對不對 那我這邊把它改成什麼 R 減掉 3 那也就是說 根據什麼 而去 去跑 跑那個 向下幾列呢 根據什麼呢 主要是根據 到底它裡面有幾筆 比如說 假設 我這邊 比如說我這邊 Ctrl向下 因為上面已經有兩列了 如果你Ctrl向下是3的話 那減掉2 為什麼減掉2 因為這邊是一個標題 這邊是欄位 主要是減掉這兩個 那當然3的話 表示它只有一筆 所以 Offset就向下跳一筆就好了 這邊我們設一個中段點直接來跑 如果兩筆的話就跳兩個 所以這邊 大概執行到這邊給各位看一下 然後這邊我把舊的清 OK 有沒有它已經把這一筆先過來了 那我把Offset的多少 3 減掉2 那就跳一個 所以F8 跳這裡 再來呢讓它往下再跑 就把那個2月份的 因為1月沒有了 再來3月份 3月份兩筆 所以要跳多少 跳 總共 有沒有 R等於多少 R等於4 有沒有 向下偵測嘛 就是 第3第4有兩筆 那減掉2的話就跳 向下 ActiveSale 向下跳兩個 所以是應該 跳兩個 它原來在這裡 一個 不是 現在一個 兩個 一個 這邊執行 兩個意思就是 一二這樣子 OK 然後一樣 其他都一樣 就兩個 然後也是一樣跳兩個 跳到這邊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 Offset真的還蠻好用的 我有時候還蠻喜歡 Offset 反正一直 Offset 但是Offset有個缺點 因為你資料量很大的話 它效率 效率還蠻差的 因為它為什麼 它一直在跳 跳了再填 跳了再填 可是是很好用嘛 因為你就一直跳一直填 所以你要把某個資料 某一 某一邊的資料 抄到另外一邊 也可以Offset 抓這個 填這個 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 可不可以 Offset就好了 所以這邊的話呢 直接就是利用這樣的方式 然後呢 把這個資料 有沒有 直接就 全部輸出了 另外一個清除 這樣的話就 完成我們這個練習 這個 這個其實 同學問的問題 我覺得還蠻 跟我們這個範例還蠻接近的 所以把它放在這裡 至於 No data 可能你們也自己在跑一下城市 這個 這個地方 那個 第一個是空的 所以 比如說 第一個是空的 這個它會 因為一月份裡面是沒有東西 所以它是空的 所以切回去 No data 有沒有 Go to 有沒有 它會跳哪裡呢 跳到這裡 有沒有 跳到哪裡 意思是說 直接跳到下一個 下一個 下一個 OK好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利用剛剛的那個 就是 合併 工作 工作表的範例 然後呢 延伸就是 會有那個 104年的追款明細 那這個地方跟剛剛的最大不一樣 大概會有幾個 第一個就是 邏輯 稍微比較複雜 它有沒資料的 有一筆的有多筆 那前面都是多筆 所以會處理那個 沒資料跟 一筆的 這種情況 再來就是說 因為我們 原來就是直接讓它跳到最下面 不過這裡的話 我是沒有讓它直接跳到最下面 而是讓它怎麼樣 直接offset來取代 直接跳到最下面 這個方 我想各位可以 在自己跑一下程式看看 或者如果您還有其他的寫法 當然也OK啦 反正這沒有所謂的 標準 標準答案 也許你可以想想看有沒有 因為我們這邊用 聚集錄製的 那你想說我要全部用VBA 自己從頭到尾寫過 各位 當然也可以啊 只是難度應該會 蠻高的 試試看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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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酱油